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接近尾声时 位于黑龙江的中俄边境小城隋芬河 因境外输入疫情成为焦点 4月20日 作为中国国家卫健委派遣赴黑龙江的专家组成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管理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李六毅 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 并对隋芬河境外输入疫情防控情况进行解答 李六毅表示与武汉救治工作不同 牡丹江和隋芬河有一个窗口期的准备时间 院感防控及各个环节的传播阻断可以准备的更充分 我们黑龙江省到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 它就是为我们争取了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里相对而言 虽然我们现在就跟打仗一样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会有序的多 就是而且相对而言 我们准备也会充分的多 你比如说那目前就拿医务人员防护这一块来说 你的防护物资呢也准备比较到位一些 我们各方面其他的一些准备工作 应该都要好得多 据了解 自隋芬河境外输入疫情发生以来 牡丹江选择并改建了几所定点医院 记者了解到 对于在牡丹江设立定点医院 当地百姓对自身安全有一定担心 李六亦表示 老百姓不用因此而感到顾虑 这个疾病它是一个忽视到飞沫传播 它传播的距离就是 也就是一般的话 是一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一米以外呢 它的传染性就很低 所以这样的话 那么周边的老百姓 它跟这个医疗之够的距离 远远的都是在只十米以外 所以这样的话呢 是不用有这个顾虑的